大家好,本期视频来带领大家参观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生活区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生活区的商业街 它还有一个非常英式的名字叫High Street,也就是高街 是各种商店和服务所在的地方 这里有超市、餐饮店、水果杂货店、快递店和邮局 还有美发沙龙、眼镜店、打印店等等 可以说这里满足了学生们日常的生活所需 那宁诺的学生宿舍又是什么样的呢 有哪些不同的房型,每一种房型的内景又是什么样的 走,我们马上就带你去看一下 宁诺为国内的学生提供了四种类型的宿舍 四人间、八人套间、四人套间和单人间 其中前两种是为大一大二的低年级学生准备的 高年级的大三大四本科生或者研究生 就可以选择后两种私密性更强的宿舍类型 那么首先我们带大家来参观一下四人间宿舍 进出公寓大楼需要刷卡 进门就可以看到宿舍管理员阿姨在前台24小时为同学们提供服务 一楼还设有洗衣房 刷校园卡就可以使用洗衣机 还可以在自助机器上购买洗衣液 穿过走廊 我们就来到了一间空着的房间门口 那这里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四人间宿舍了 上面是床铺,下面是书桌 跟我来看一下,进门呢有一个洗漱台 可以供两位同学同时使用 那旁边呢是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房 刷校园卡就可以24小时使用不间断的热水 除此之外,房间里还配有衣柜,储物柜,空调,有线网络端口等等 WiFi24小时全覆盖 离开四人间宿舍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参观的是单人间 和刚才的四人间不同 单人间主要是为研究生和大四本科生准备的 单人间宿舍同样的也需要刷卡进出 并配有洗衣房和电梯 这里就是单人间 单人间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它的房间里配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淋浴设施 同样的也有24小时热水 还有空调,有线网络和WiFi 从阳台的窗户望出去 可以看到不错的景色呢 现在我们来到了四人套间的宿舍 这种房型主要是为高年级的大三和大四本科生准备的 那跟刚才带大家去看的第一种宿舍 四人间不同的是 四人套间它的卧室是独立的 一人一间 那么卫生间和客厅这些公共区域呢 则是由在这里住宿的四位同学共享 在四人套间的公共区域配有桌椅 还有两个卫生间和一个淋浴房 灌洗室可以同时容纳三个人使用 同样的,这里也有共24小时刷卡使用的热水 单人间的卧室则是布置了简洁的白色风格家具 床、书桌、衣柜和椅子 还有空调和网络设施等等一应俱全 最后这种房型的宿舍八人套间就在我身后这栋楼里了 它是最新建成的一栋宿舍楼 一楼还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同学们进出这栋宿舍楼和寝室都需要刷卡 它的一楼是大厅 这里有24小时的前台服务 大楼里还设有洗衣房 配有八部电梯 这就是其中的一间八人套间了 和四人套间类似 它也是由一个公共区域和四个独立的卧室组成 只不过不同于四人套间的是 八人套间的卧室是上下铺 可以供两位同学居住 看过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四种宿舍 有没有让你对这里的大学生活更期待一些呢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